师父,请不要丢下我 滚滚红尘中,我学会了一切在六道轮回的本事 忘记当初纯洁无瑕的来时路 我在经历多少生死初离 我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找到您 今生今世,要跟着您 一门精进回到最初的家 回到恩师的身边 师父,请不要丢下我 我小时候家住在寺庙旁边 在四岁还不识字的时候 寺院里的师父就教我念经 别人的孩子有很多时间玩耍 而我因为父母年老,家境又不好 小小年纪就帮忙做家庭代工赚钱补贴家用 在做手工和家务的时候,我就一直念经 在寺院里的师父,集赛家居室都很照顾我 我也很期待去寺院的学经时光 因为在那一天,和尚会让我吃好多好吃的东西 回家时还会打包好多寺院自己做的豆包 豆干,面肠等素食 那些好吃的食物 开启了家里半婚半素的姻缘 从小我没有玩伴 只有寺院里的菩萨和师父 陪伴我的童年时光 但是我过得简单又开心 随着年纪渐渐长大 我也和普通人一样 迷失在滚滚红尘中 我学会了一切在六道轮回的本事 早已忘记当初纯洁无瑕的来时路 当我渐渐长大 我经常问自己 人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这个问题问了许多高僧大德 师父们给我的答复千奇百怪 听得我云里来雾里去 完全一副不开悟的样子 我经常看着忙忙碌碌的人们发呆 觉得他们好可怜 好像虫子般的肤浅无知 除了吃饭睡觉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活动以外 他们是否曾经思考将来他们会去哪里呢 为了寻找答案 我踏遍千山万水 遍访明师 普修秘法 就是想知道人从哪里来 将往何处去 我曾包机在圣母峰上寻找神迹 在喜马拉雅山下静坐等待穿越 去恒河放生 去菩提加耶寻找佛陀的影子 去尼泊尔山上寻找菩萨的足迹 在西藏 在西藏 桑耶寺边 学习秘法 在日本加贺乌 七天七夜 打坐修三摩地 不定期在印度修行 我还学习心灵沟通 进入到前世 前前世 甚至再往前前前 一直追下去 看我与众生的因缘 还有许多许多 这些都无法告诉我 我要的答案 我的人生 就在堕落与精进中 不断地造着新叶 内心深处 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 孩子 快回家吧 你的师父在找你 于是我就不断地换师父 换跑道 换道场 换法门 每每要离开一个道场 我内心的声音就呐喊着 师父您在哪里 要去哪里找您 终于 黄天不负苦心人 在2015年9月 我在一个很偶然的因缘下 看见师父的网站 我一眼就认出来 您就是我 唯一的师父 不论多么深奥难懂的佛法 因为师父的慈悲大智慧 总能毫不费力地 简单清楚明了地表达出来 我终于找到答案了 从跟师父学佛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许愿吃全素 跟师父学佛一年多来 天天忏悔 时时刻刻不敢懈怠 每天的功课不曾间断 每天经文组合尽量维持在八章左右 到现在大概念诵 2500章左右的经文组合 我把握每一次 跟随师父世界红法的机会 至今已接受八次法会的洗礼 师父在每一场法会里 无私的奉献与大爱 都让我感动莫名 受益匪浅 很多佛友问我 为什么不拜师 赶快拜师就可以得到师父的加持 我反观自己 业掌深重 我堕落在六道红尘中 造作了许多业 我愧对菩萨 无言见恩师 我痛下决心要洗敌我的心灵 使之清澈光亮时 欢欢喜喜 再许师徒缘 于是开始完全处在闭关状态 杜绝一切外援 努力精进 并发愿供养师父一万遍大悲咒 及一百张经文组合 期盼在积极忏悔后的某一天 可以以清静心 欢欢喜喜拜师 终于 圆满完成我承诺的功课 决定在二月份去新加坡拜师 满心欢喜 期待着新加坡法会的到来 也准备好拜师时的礼服 与此同时 医院传来了恶讯 报告查出 我乳房的肿瘤是恶性 顿时天选地转 说不怕死是骗人的 但令人更害怕的是 我将去向何处 我在内心不断地哭喊着 师父啊 我敬爱的师父 请您不要丢下我 我在经历多少生死处理 我费尽了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才找到您 我每天发愿 今生今世 要跟着您一门精进 回到最初的家 回到恩师的身边 师父 请不要丢下我 每次法会 看着师兄们 欢欢喜喜地去拜师 说着拜师的种种开心的事 我好羡慕 更催促我要再精进 早日迎接那一天的到来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要做您的弟子 感恩 在过去的经验里 大大小小的灵验事迹不断 但是观世音菩萨法门的 灵验事迹特别多 我举几个例子 一 年轻无知 打胎的孩子 让我身体不好 事业不顺 感情不好 在过去其他法门到场 我一直积极参与 法会超度 不惜金钱 时间 但我的问题一直存在 就在2015年 第一次参加 基路坡法会后的放生 我还在回饭店的途中 超度的孩子 就来梦中跟我说拜拜 我当时愧疚的心 激动又难过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二 大陆的房子卖了许久 纵然 环境条件非常好 价钱非常便宜 甚至愿意小亏损 都乏人问津 几张经文组合烧下去 当天买主自动找上门 不但不用亏损 还有小赚一点哦 买主是文天祥的后代 目前在教育局 教改处上班 而且我们现在成为好朋友 他也开始念经了 三 台北的房子卖了一年 价钱一直不理想 三张经文组合烧下去 当天成交 当天欠月 四 这一次生死关头 我用我的生命来印证 观世音菩萨法门 真实不虚 佛法的三大法宝 真的可以断出一切烦恼的根 真正可以到达波罗彼岸 当医生严肃宣判 检查报告是恶性肿瘤 也就是乳癌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 我终于要下车了 做人真的好累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生病了 我只是默默地 把所有的一切安排好 也交代好 我希望可以有尊严的到最后 于是交代孩子 因为老大在墨尔本 只有小女儿在身边 那个假日的午后 我把她叫到身边 我们对坐着 我告诉她 如果有一天遇到紧急状况 妈妈需要弃切急救时 请告诉姐姐 妈妈交代不弃切 不急救 让妈妈好好安静 有尊严地离开 不要通知任何人来说一些 没用的废话 干扰妈妈往生 说完我的眼泪根本停不下来 小女儿走过来主动抱着我 说妈妈别担心 我们有观世音菩萨 我们还有师父 我们还有经文组合 你不是说佛法会治好你的病吗 天哪 原来我每天放着师父的开示录音 她都有在听 她这么信心十足 不绝对地相信 第二天她上学时 我跪在菩萨面前 诚意地忏悔 过去做错许多事 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 好像师父的声音说 师父允许你们哭 哭完了你们给我 好好地活着 哭完了给我勇敢一点 相信观世音菩萨 在人间什么都能帮我们解决 我立刻起来洗八脸 认真忏悔 认真念经 我要活得有品质 我的肿瘤像葡萄药那么大 硬到推不动 整个发热 两边体温相差很大 还会像一大把针 扎得我刺痛难忍 我忍着剧痛咬牙念经 我哪里都去不了 念累了就跪在佛台前忏悔 哭累了就倒在地上睡一下 整天不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 昼夜六时勇猛精进 每天上香时跟菩萨说 请菩萨给我表法的机会 让有缘众生知道佛法真实不虚 就这样 三个月的时间 肿瘤硬是被三大法宝感动得 一直缩小到摸不到 那天去医院看报告时 超声波的检验师 狐疑地问我 这期间你做了什么 吃什么药 我说没有 我只有念经 他把主任叫过来看 主任也问了相同的问题 我也回答相同的话 接着回到门诊 我的主治医生 看着超音波的照片 也问我相同的话 你有吃什么药吗 我说没有 我只是一直忏悔 一直念经 我只有用佛法的三大法宝 我的医师 用不可思议的眼睛 看着我说 你的癌细胞不见了 我很淡定地说 我早就知道了 他不死心地 对着计算机看了又看 再三确认后 非常惊讶地说 恭喜你 我踏着轻快的步伐 回家继续念经 在医院等待的时候 有好几位病友 询问我的状况 我如实地告诉他们 并向他们介绍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他们非常有兴趣地 问我许多问题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 我愿用我的实证 告诉许多还不相信的人 真的有菩萨 相信因果 赶快念经还债 让自己赶快回家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 观世音菩萨